嗨 嗨 你觉得大家 被你的愿景说服了 我觉得他们都在观望 如果你把柯东签下来 那就什么事都没有 但如果你签不签 这件事情不讨论了 你还对什么有看法 秘书 以前高级合伙人 都配有秘书 现在律所明确规定 秘书的费用由团队承担 那团队肯定会砍掉秘书 然后就会由实习生活助理 兼秘书 做以前秘书做的工作 这件事情是会上定的 你当时在场 你为什么不反对 当时在开会 我不想当着大家的面 跟你唱反调 那以后会上不说的 会后也不要说 罗宾 你膨胀了 别人的意见你听不进去了 如果我当了主任 还事事都要听别人的 那为什么让我来做主任 由别人来做好了 喂 好 我马上过来 这事情不讨论了 叫恩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打场球 今天吗 几点钟 下午先打球 然后一起空尽晚餐 我觉得他是有重要的事情 想当面跟你说 但是又不想太正视 好 没问题 你跟他说我随时都可以 那你打球的装备 我车里就有 谢谢 我这就跟他说 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 我感觉他是想单独约你 你把我今天后面的事情全部都推掉 我不知道你后面安排了什么事情 你问丽娜 她知道 好 然后把这个给她 我不需要了 嗨 姜恩 杨潘跟我说了我没问题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出门 我都可以 看你 好 没问题 那么晚会儿见 进来 进来 丽娜姐 罗宾老师说 让你把他后面的行程 全部都推掉 还有 这个 什么意思啊 她是都没看上 还是不打算找新秘书了 你别去 她现在正在打电话 她必须要找秘书 我不可能一直替她监着 她现在有新秘书了 谁啊 我 我现在是她的主任助理兼行政秘书 她怎么没跟我说呢 可能是因为没顾得上吧 算了 我也不跟她生这个气 人在家中坐 祸从天上来 丽娜姐 这事儿很严重吗 严重 当然严重 能有多严重啊 说到底 这个案子是赵旭老师 两年之前做的 那个时候罗老师 他还没有成为主任呢 那不管 是在他当主任的时候 爆出来的 别人会说怎么 别人当主任的时候没事 你一来就有事 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我刚刚 我没有跟他吵架 我是在跟他说 如果他一上任 就要赔出一千万的话 那必然难以负重 他跟我说 一白遮白丑 只要能把柯东签下来 别人就不会说什么 你待会儿也去劝劝他 万一这个柯东签不下来呢 那就签别的呗 哪有那么容易 你以为那么多大客户 所有的大客户都有主了 这个柯东也是因为 刚刚换了一个法务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 对 林大姐 如果真的签不下来呢 配配配 乌鸦罪 要真的签不下来 要不然咱们锁关门 要不然罗宾走人 所以我才跟他吵 你以为呢 很多律所都是这么散活的 希望罗宾能够搞定交恩 签下可动 一百折百折 你怎么了 你怎么在发抖啊 这么热的天 你怎么会发抖 没有 没事 是不是生病了 没有 丽娜姐 我没什么事 我东西已经给你了 我就先走了 bur 你们才会收藏 宝宝 有 天 人 想 炪